各位朋友大家好 到這個時候應該是夜晚時候了 恩道神童就是我們每天的節目最後一個環節 通常都是 到這個時候都10點11點了 有時候我都不太記得幾點播放 通常見到很多朋友可能是日後回顧 有些可能就是陪伴你開工了 或者晚上睡不著的你 聽一下印度神童國際新聞有些什麼 多謝你們的支持 請大家給個like 有些什麼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給點刺激東西 讓你睡不著 給點刺激東西你聽一下 就說下一波疫情即將爆發了 嘩好害怕啊 糟糕了 是不是真的 好 稍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另外說一件挺恐怖的事 在馬來西亞 出現了死神大咕窿 神秘大黑洞 有個旅遊客跌進洞裡找不到 這麼恐怖 在街上 在街上突然有個黑洞吸引人走 這麼神奇 那現在的旅遊客怎樣呢 我們稍後跟大家一起跟進 因為現在當局還在搜救 在找著 另外 也說一位移民加拿大的港人 這位女地產經紀 就遇害了 嘩 還要情況是非常恐怖 就是綁架消失了 嘩死了死了 加拿大這樣嗎 現在連加拿大也亂了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真的 他先說了幾件事 因為在國際上有很多大消息 泰國墜機的事件 導致狗死凶難 現在有些專家揭露七大疑點 覺得越來越恐怖 因為說到飛機離奇90度直插泥底 直插泥底 這些是蘿蔔式的插蘿蔔 有專家說 為什麼呢 通常這些都是遇到很差的天氣 可能看不到視線之類的事情 但專家說不是 好天氣 機長經驗豐富 也沒有自動發出求救信號 糟糕了 究竟有什麼七大疑點 覺得這件事件 因為說到飛機 當天天氣晴朗 幾乎沒有暈 也沒有雨 所以天氣一定不是問題 飛行高度 飛機從曼谷 素曼拿普機場 飛行了大約16公里 那時候就墜毀 飛機的飛行高度 還不是很高 剛剛可能還在攀升 但是說到原本的控制塔 就比飛機 剛剛起飛的時候 高度大概不超過5000英尺 這一部飛機的機種 叫做西仙南 是一部多用途 小型的螺旋掌驅動的客機 最多可以12人連起來 兩個飛行員 平均飛行速度是100-150海里 大概300公里左右 所以這些是沒有黑盒的 原來沒有黑盒的 更加說到這些飛機 通常配備緊急定位發佈器 類似GPS 如果飛機墜毀 就會向各個航空無線電頻道 發出求救訊號 這樣 但是說到這個 叫做緊急發佈定位機 沒有發射出來 因為沒有人收到這個SOS訊號 另外 就是說到這位機師 是飛行經驗豐富的教練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另外 飛機墜落的情況 就是垂直90度直插 也說到附近村民提供影片 可以看到出事時 這部飛機的引擎還是正在走 換句話說 你想想 一部飛機 螺旋掌正在走 很難會摔倒的 說到這部飛機更加設計得非常好的 就算引擎死了火 依然可以滑腸一段距離 所以你說如果中頭插蘿蔔 唯一的可能性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有人刻意拉低 按下一部飛機呢 你想想我90度直插 它是真的硬押下去的 另外 說到如果飛機引擎失效 飛機依然可以靠螺旋掌葉片的角度 減少阻力 可以慢慢 還可以滑腸 然後慢慢降落 理論上 這件事件 真的還要調查一個迷 會不會成為一個不解之迷 我也不清楚 反而我會這樣猜 是否操縱桿有問題 突然之間 踢死了 或者 爬升那個不是很高的 剛剛起飛了 他就插了下去 那會不會是飛機有問題呢 本身他的機器捲故障 導致他突然之間 突然失靈 然後機翼一向下 然後機器捲 機長就不能拉上來 這件事件我認為是一個簡單的調查事故 還是會不會是突然之間 因為他應該在裡面 除了機組人員之外 是一班中國遊客 那他們會不會突然吵架 之類的影響到呢 這件事也不知道 好像有時候有人發生氣 搶态 這件事也不知道 可能要讓他們調查一下才知道 另外 也要說一下 韓國也有很多癡癡 逐單逐單說一下 這期的意外多到爆炸 韓國這件事是大新聞 就說一輛客貨車和大巴 相作五人死亡 當中有三個是中國籍的人 究竟是遊客還是在那裡生活的呢 現在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這件事件造成五人死亡 九人受傷 其中一人傷勢比較嚴重 根據當地消防部門說 在事故離難當中 五個都是客貨車上的乘客 三個是中國籍 兩個是韓國籍 很可憐 大車撞小車 小車真的很難處理 除非 有些人說 你買那些 歐洲品牌 有一個品牌 被譽為坦克的硬 那些可能是硬實一點 鋼水 不然其他 泥頭 大巴 那些貨櫃車 衝過來 你每次都說 根據韓國警方調查 就說事故發生的時候 涉事的客貨車 衝紅燈 原來他自己衝紅燈 進了十字路口 跟大巴相撞 我真可憐 涉事的客貨車屬於 他們安山市 檀原區一間人力企業 那樣的 唉 真是不知道什麼事 究竟是看錯燈 還是什麼 這一次 有三位中國公民 不幸離難 真是 真可憐 又會弄成這樣 真是恐怖 駕駛也是 另外 南韓酒店火警 導致7個人死亡 12個人有輕有重的傷 這件事件 包括其中一對 男女跳樓逃生的時候 因為衝氣線 上下反轉了 就墮地身亡 消防局派人去現場 看一看 就說不排除漏電 或者冷氣機起火 火災固然重要 但是那些衝氣箭 跳中落個箭都死了 真可憐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件事件引起大家 原來 就說 南韓他們的消防裝備 尤其是這個衝氣戰 救生戰 過期了11年 不是吧 過期了11年 這樣也可以 真是誇張 這樣也有 竟然會過期11年 根據他們的經濟道消防本部調查 這個救生戰 原位於18年前2006年發放 更加超過了他們法例規定所用7年的年齡 那你不行啊 又會這樣 真是死了 真是恐怖 真是可憐 另外 南韓江州有個老翁不滿 就說那些假牙裝得不好 就說要拿竹筒去炸了牙醫診所 人家又拿竹筒 你又拿竹筒 這位79歲老翁 但是他真的說出來做 嘩 不是吧 裝得不好 不用炸彈 玩 真是瘋了 在江州市的南韓 一間牙科診所發生大爆炸 說到位於三樓的牙科門診 被人放了一個可疑的快遞子箱 裡面有些啤士成份的爆炸物被人點火 然後砰砰砰砰砰砰 由於有炸彈 裡面這座大廈有90人緊急要走 當然啦 嚇得瘋了 玩得這麼大 後來這位老人家放炸彈 這位老人家在事發之後兩小時 就跑到警署住手 唉 所以現在大家都真的 那些事情是付諸實行的 那時候 什麼什麼 那些 頂到就粗口難舌 對吧 可能大家口舌之爭 現在不是啊 說手很容易 所以 不要啊 不要搞這些事情 容易出現了一些意外 好了 但是你說好吧 那就不口舌之爭了 逛街 唉死了 真可憐 又會這樣的 有時候真的死神來了了 擋不住 在大馬馬來西亞吉隆坡行人路 出現了一個八米深的天坑 八米啊 哇 你想想 我當你一個人米七 米八 四個人那麼高起跳 四個人那麼高的洞 你想想 有位路過的印度旅遊客 就被這個洞吃了 原來那些行人路鋪得很漂亮 那些是磚路來的 那些旅遊客 就走過印度清真寺的路段 磚頭突然裂開了 然後 然後 跌了下去了 旁邊的人想捉住他 也捉不住 唉 真可憐 突然之間 所以有時候 捉到他捉不住 跌了就跌了 嘩 旁邊的男人差一點也跌了下去了 好想男人那時候 叫做 捉得住 好了 最恐怖的是 這個旅遊客 跌了下去之後 一直都找不到 一直都還沒找回 根據現場的消息指出 就說 路陷大坑大約8米 大馬警方就說 這位旅遊客 可能已經被地下水沖走了 警方 消防、醫療、民防等各個部門 派出十多名救援人員 進行搜救 出動滑泥機的設備 希望沿著深坑 找失蹤者下落 但一直都找不到 那會不會 這樣也要找的 那你怎樣 衝出去就算了 避水衝出去 不是吧 我相信他們現在繼續努力 和時間競賽 你不排除 他可能一跌下去就暈倒了 已經八米深了 你想想 十米高台跳水也害怕 十米 你想想 跌落水也會有機會弄傷 何況你一個跌到洞裡 八米 所以 希望他沒事了 另外 也要看看 有位 加拿大 很多年了 這位 還有人叫香港人 現在 其實我也覺得 人家也叫加拿大人 是的 加拿大籍的港人 或者 他竟然被綁架消失 為何這麼殘忍呢 好 根據 加拿大 安 加拿大 安省知名 安大略省 房地產女經紀 叫 梅玉英 神秘失蹤 在今年 今個月頭 若克區的警方 公佈了 在這個安省柏里灣 沉莫為體 就說 屍體曾經被燒過 死因 暫時未知道 但是警方拘捕了三名 十六至十七歲的 涉案少年 蛤 那為什麼 小孩子 就要殺這個女士呢 先看看 根據 他們的警方表示 接到通知後 三天 就在這個安省的 中部 柏里灣區 一個房產 發現了肥焚燒的遺體 證實了 這位失蹤的 女士 梅玉英女士 三名疑犯有兩個人來自多倫多 一個來自衛特比 就說到這位女士失蹤之後 在多倫多地區 多處使用過她的信用卡 被控武器 詐騙的罪名 那什麼事呢 應該 有調查人員發現 應該是屬於針對性的案件 那為什麼他成為目標呢 這位死者 活躍於政商界 會不會是因為一些政治觀點 所以就殺害她呢 但是也不知道 體內很難說 根據了解 死者在90年代移民去多倫多 17年曾經接受訪問 表示 同來自一些中國高正值移民投資者 完成了很多商業地產和豪宅交易 他說他自己在投資地產整合交易方面 也得到不錯的成績 並且成功規劃銷售管理民用商業房地產項目 嗯 根據《環球郵報》的報導 一位認識了你死者近20年的人士 表示 說他工作出色 曾經簽過一筆大概五千多萬的交易 好 好 他是一位單親媽媽 撫養著雙胞胎的兒子 一個在讀法律學位 一個在考慮會計師牌 可能會不會是 有人會覺得 他幫助這麼多 移民不買這麼多房地產 不知道 只是看著他有錢 可能也不奇怪 不過 為何要用到這麼殘忍的手段 現在沒得說為什麼 什麼都變得快 好世界 連病毒都變了 是不是 下一波疫情 又說即將爆發了 真的 大家只剩下不久 可不可以讓大家繼續剩下 不行 不行 看到關於什麼事 就是 後鬥 後鬥 說到周圍都好像中招 除了 前一段時間 說到泰國之外 新加坡也化在 嚴查 由非洲蔓延到亞洲 這隻 變種分支 後鬥1B型 病毒株 看來 散播力是非常驚人的 現在 由於他這麼厲害 說到原來 在新西蘭也確定了 53個後鬥病例 唉呀 所以 有人就覺得 是否真的下一波疫情 來呢 那 國家 現在中國那邊 都已經 開始對於 後鬥 進行病毒篩檢 周圍都 開始對於這個後鬥 有些警惕性了 當然 當然我們都要小心 當然 世衛說沒事 他經常說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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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有事的時候 他又會變種 人類不懂 所以 接下來 會不會釀成新一波的疫情 全球疫情 這個要小心謹慎 大家經歷過新冠 無奈經歷完了 大家對於那種變種病毒 可怕的威脅 其實都很厲害 是吧 慶幸的 經常說 幸好 後來病毒 越變越弱 如果不是 都很嚴重 其實 最大的問題 有人說 殺傷力 其實 殺傷力不強 就不要緊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新冠的可怕之絕 不是他的殺傷力 而是他的感染力 感染力 到中段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他是很厲害的 散播 為何會這麼多人死 在全球 其中 就是因為醫療系統 崩潰 全球也是 你醫療不完 那些人 你這個 之後又確診 然後 一個確診 一變十 十變百 這樣會導致 那個地區 或者國家的醫療系統 崩潰 其實我們 香港 全球世界各地 多國 都有這些問題 是的 那為什麼會 因為他們的醫療系統 崩潰之後 有些人 再加上 他會引起其他病徵 引起其他病發症 那麼 醫療系統 失衡 沒有辦法 及時醫治一堆人 他們就出現了一個生命危險 所以其實 所有的疫情 我們經過了 經過了 這個新冠之後 其實是值得審視 如果真的 大家有生之年 還來一波 又如何應對呢 那 你是不是立刻 又要 在哪個位置 刪出方艙 還是怎樣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有人說 不排除 因為大家有經驗 封控 立刻封 封 你盡量做到自己 在一個乾淨的地區 這個 都是表示合理的 我也明白的 所以 不要再看這些事情發生 非常恐怖 另外 說說 日本 台風山山的路徑 現在說到有點像 燕子是100年 日本傳媒警示 嚴防災情 現在 台風山山 正向著日本移動 預計 下星期二 接近本周 到下星期三 甚至乎會登陸 當地傳媒警告 山山的移動路徑 跟100年重創關西機場的 颱風燕子 類似的 東京到時候 也會受到暴風圈襲擊 民眾要嚴防災情 JR東日本公司表示 在8月27到28 以上月和北陸的新幹線為主的 各條新幹線道路 將會全線或者間線 甚至乎可能實施預防性的停駛 所以到時候可能大家想著搭車 你就真的要留意 它說停就停了 因為這些一殺到過來 大家都在香港經歷過打風 天氣可以上午風和日禮 下午突然風雲色變 現在的颱風 屬於強烈颱風 預計到27日 即是兩天後 將會增強成為非常強烈颱風 這就嚴重了 就算登陸之後 威力也未必能夠減少 最嚴重的是 因為水浸 對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尤其是現在看到世界各地 內地又翻風下雨 每個地方又崩潰 又缺台 又滔天巨浪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威力也希望 沒那麼嚴重 所以大家去日本玩要留意 另外 也出現了日本缺米 沒有米吃 不是吧?為什麼? 沒有米吃的日子 日本近期出現了 稻米流通減少的情況 日本傳媒認為 這個令和時代的米蘇洞 部分超市幾乎沒有米賣 甚至乎現在限米零 一家人一日賣一包 有日本官員說 九月之前將會有新米到 缺米的情況將會解除 由於受到天氣酷熱的影響 日本上年的米收成很差 部分超市就出現了沒有米賣的情況 令到大家心慌慌怕沒有米吃 於是就出現了油腸 所以其實世界各地的人是一樣的 人 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情況呢? 很大的原因就是 怕撿輸 到時沒有米吃你就知道死 你買十包回去 有陣子吃了 吃到山谷 你不要管 沒有你就知道味道 我真的不知道味道 當然了 那不可以 要留給別人 不管了 去到那個時候 那些人都是自私的 每個人都是 所以其實 你不是搶我又搶 好像之前那樣的搶鹽 記得嗎? 早一陣子 那裡又說什麼典 又說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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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網上的留言 所以其實這些也是一個 有可能幫別人清瘡的大行動 所以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希望就沒什麼了 好 另外也說一下 一宗新聞 在德國火車站出現了大庭廣眾行刑式槍決 哇 殺手啊 真是神經病 在德國法蘭克福火車站 發生了這宗謀殺案 一個冷面殺手 在繁忙的火車站大堂 突然在後面瞄準受害人的頭部開槍 嚇到其他人馬上就了散 更加槍手上前補了幾槍 後來他就 扔下槍就走了 但過了沒多久就在月台被捕 傻了 神經病 你想想現在 是不是 又會這樣 這些拍戲才有 受害者就27歲 這麼年輕就被人買兇殺人 為何被人堆壞 據報兇手和死者都是土耳其人 究竟他們有什麼怨恨呢? 涉及一些很大金錢的利益呢? 這個也不得而知 最後也說一下 色黎水含有致癌化學物 哇 不是吧 澳洲新南威爾士省 色黎多地方 食用水集中區 被驗出含有低濃度 可以致癌的全忽軟機 和多忽軟機物質 引起大家關注 專家就指出了 其實已經接觸了很多年了 沒辦法 這樣 糟了 那為何那些水 這麼多年都不解決呢? 是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那為何他們不用大型濃度 要那些居民自己加濃度 不是吧? 那如果我忘了換 或者沒有錢再換 那就一樣中毒死 這個真是誇張 所以有時候 有些東西 你打算移民過去 那些地方 那些水原來有毒的 好 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